她有一天問我 妳有白頭髮嗎 我說有 有一點點 她就說妳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快死掉 她就背對我 我就知道她在哭了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近距離 然後這次 因為上次小巨蛋的第一次 因為太久沒有見粉絲了 所以這就很多話想說 但這次這個在主辦方 因為主要是台日的共演 我跟千春藝人 藝人唱半唱 所以時間非常非常的寶貴 所以會以唱為主 說一點點 我盡量 我覺得因為有高達七首 是從來沒表演過的 九成自己個人部分 都是中塊版的 很搖滾 那跟平常很不一樣 所以我歌詞真的背得很辛苦 真的 造型上也要 喔 造型上就是 管他媽媽嫁給誰 什麼意思 要弄得可以嗎 蛤 不是啊 就是 小巨蛋那種大舞台 你要配合燈光 你要配合歌 就是你要好像很 一個樣子在那裡 對 但Zap就可以做真我啊 所以我到現在還沒想 對 所以就是管他媽媽嫁給誰 我搞不好 一個睡意就上台了 我覺得到處看 我的班長都 都偷偷的去淘寶 訂那個青蛙頭套了 很過分 然後其他的團員就說 你為什麼訂的時候不約一下 我們不能讓他一個人那麼有特色 所以姊姊也會帶膠頭套 沒有我會 我會想一些其他的招 喔 我不能讓焦點在他身上 哈哈 母親節要怎麼做 母親節會特別飛回去 讓兒子幫我過 因為小時候小朋友這麼小 還是要給他一種儀式感 就每年最期待他寫卡片給我 因為他卡片真的都好可愛 你每個媽媽心情應該都是一樣 因為 他每一年中文英文都在進步 所以他可以的 寫的詞彙越來越多 那你就會很期待他會寫什麼 而且還會親 很會 好會癡喔 獅子做的 很黏很愛撒嬌 他有一天問我 你有白頭髮嗎 好 我說有 有一點點 他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快死掉 那晚上睡覺前喔 他就背對我 我就知道他在哭了 因為他會不讓我看到 我跟他說我會活很久啊 所以你看媽媽 就是一直在運動 就是要陪你很久啊 不是流淚風嗎 因為有時候你在孩子面前 反而會更堅強 當他在流淚的時候 嗯 你要讓他安心 讓他有安全感 對你為一旦 你改變了 你不如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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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麼 你不如你 你不如你